《財資大道》 林潔盈 何文堅 回來先看大家美國聯邦儲備局1月2月期加息半離 金管亦都上調了貼現槍的基本利率去到4-75 即時是生效的 金管都總裁余偉文就在見記者 稍後時間可以留意我們的新聞報道 以及節目的其他內容都應該會講到 他現在就在見記者 在這一節回來我們都會講解息口 講解投資環境 請這位專家在我們身邊 就是花旗銀行投資策略及環球財富策劃部的主觀 廖家豪 阿卡 Hello 阿卡 你好 早安 聯儲局一如預期加息半離 都不用一地眼鏡 大家都猜到 你自己怎樣看投資環境 整體的息口 無論聯儲局的議息 加息結果 或會後聲明 其實我們都覺得是比較鷹派一點 但要提到風險 可能市場在這方面 看得太樂觀 或忽略當中比較鷹派的訊號 我們覺得 沒錯 加息大家都預期了 加到0.5% 但鷹在哪裏 第一就是點陣圖 點陣圖除了整體的利率中位數 調高至5-5.25% 這個區間之外 他在2023年整體的利率 其實是沒有減到的 可能在點陣圖看到 最快減息是2024年 這是第一個比較鷹派的表達 第二個比較鷹派的訊息 就是鮑威爾也說到明 說到明 沒錯 過去兩個月的核心通脹數據回落 是正面的 但他最緊要看什麼 就是看非租金以外的服務價格上升 那個勢頭 似乎繼續被薪金上漲 因為始終我們看回聯儲局 或者整體追蹤薪金的指數 其實按年都升6.4% 那就是美國人工 其實繼續推升服務業的價格 這個其實對聯儲局來說 是另一個通脹的訊號 人工加了 其實無可避免 可能其他東西轉嫁給消費者 又是推高 其實對通脹來說都是不利的 所以變相會回落 但相對上都會繼續偏高 而另一個比較鷹派的訊號 就是什麼 其實白威爾第一次 他會覺得 其實會把聯邦基金利率 或者整體貨幣政策 跟金融市場的狀況指數掛勾 什麼意思呢 其實簡單來說 聯儲局覺得整體貨幣政策 目的是要令到金融的狀況收緊 我認為金融狀況指的是什麼 就是整體股市、貨幣市場、債券市場 是否有些水緊 資金成本是否上升的情況 最近這幾段時間大家都看到 美股都升得很好 在這方面反映金融狀況沒有收緊度 所以白威爾也說明 整體的金融貨幣政策 是要跟金融整體的流動性指數掛勾 如果反過來 然後接下來是繼續 好像坊間那樣看 比較好景一點 不是感受到加息的壓力 對白威爾來說 風險就是在於 繼續花錢 繼續花錢 需求在這裡 繼續令物價高漲 變相在這樣的背景下 其實對貨幣政策的作用不明顯 看回美國CPI也好 PCE也好 其實核心撇除能源 其實還在慢慢增加 你不斷加息 其實通脹還在上升 這個趨勢底下 你說息口會有一個大轉向 其實是否太樂觀 是的 所以我們也要提到投資者 就是整體看美國的貨幣政策 就真的不要看得太樂觀 因為我們覺得 可能我們自己看 那個息口 有機會最終加到明年5月 去到可能5.25%到5.5% 這個水平 而就算現在市場 可能注視下次加息 2月 會不會加25點子 已經很開心 就算真的加25點子 都只是把整體加息時間拉長 所以在整體貨幣政策 是要繼續謹慎 而引申下 例如最近 整體美股的市況 或者整體外幣的市況 可能都要小心 記者余偉文 金管局總裁 和廖家豪的意見都一樣 都預計 美國其實來年的息口 都會進一步加 不要像個別市場分析員 這樣說 下一季又會減回 市場當然有不同的看法 不過都要視乎當地通脹數據的情況 至於港式方面 今天大家猜 是否無可避免都應該會跟 跟那個幅度又貼不貼呢 整體港式都會繼續有壓力 因為我們自己看 可能整體三個月的同業策息 有機會慢慢上到明年第三季 可能5.8% 5.9%這些水平 因為始終大家都掛勾 所以無可避免都一定會有影響 但你說會不會繼續 好像今年這麼大規模的走資情況 我們覺得機會比較不大 因為始終 明年 我們覺得整體美金 明年就會開始轉弱 因為衰退的壓力其實是大 美金開始轉弱 而反過來 中國、香港繼續繼續復甦 整體股市表現是比較好的話 其實這也限制了外流的壓力 今次港幣是7.7801左右 目前你自己看資金流向的情況是怎樣 其實整體資金流向 現在我們覺得要謹慎 我們剛才提過 美金現在市場可能看得太樂觀 可能看得太淡 要小心可能第一季 美金可能會偏強 因為始終現在聯儲局 仍然是加近息 就算貨慢加息報費 其實整體的息差 對比其他貨幣 仍然是一個很明顯的優勢 而反過來我們看到 過去幾次的衰退週期 美金何時才會見底呢 通常都是整體美股見底之後 美國整體的表現 才開始由高位回落 即股市是走快一步 是的 所以如果你反過來 美股是未見底的 反過來美金也可能相對上會比較硬 而其他環球市場 你說是否很好景 又未必 歐洲 英國都在經歷衰退 另一個支撐美金的因素 令到美金轉弱的因素 就是當環球其他地區經濟開始復甦 這個對美金的吸引力也會減少 所以短期來說 有機會可能資金繼續流回到美金 而一些避險資產 例如昨天經歷過加息 你看到整體流入去 債市的資金或債價 其實變動不大 尤其長債的變動不大 某程度上可能反映著投資者 真的覺得衰退或經濟壓力開始大 反過來在這方面做一些 需要保守的部署 你自己看債息方面的走勢是怎樣走 其實我們整體 我們由今年年中開始 都覺得整體債券的機會是回來的 最主要的原因在哪裏呢 其實我們覺得聯儲局 在整體越加息 沒錯 息口會升 但對經濟壓力 只是會更加大 我們自己看美國十年息 在明年有機會再慢慢降落去三厘 那為何會這樣呢 明明美國正在加息 但為何會由現在大概三厘半的水平 再降落去三厘呢 最主要就是 因為其實美國十年息 可能除了反映息口之外 其實也是反映市場整體的避險情緒 或者通脹預期 這些市場情緒 我們覺得當美國的加息 步伐一直加快 那你對經濟的壓力 只會更加大 尤其是在失業 或者是失業率 或者是樓市方面 在這樣的背景下 其實是絕對有空間 其實在避險因素支持下 美債息是有機會回落 就好像最近這樣 最近可能是十月底位 大概十月底的時候 美國十年息是大概四厘二半 一直加息 但其實十年息一直降落 就降落到大概三厘四、三厘半的水平 所以反映市場 可能是通脹 或者是之後 對經濟看得比較淡 而之後可能是部署 或是回到整體的避險資產 你看到高過四厘的時候 是十月初的時間 是的 今早就三厘半左右 其實都在高位下回 是的 但廖家豪剛剛說到 要做一些保守的部署 債券都可能是息口回落的時候 有什麼保守的選擇 其實對投資者來說 在明年相對上比較簡單或直接接 沒錯 有很多複雜的負面因素 例如美國衰退或加息 下仗都會打完 是的 打仗未打完 地緣政治這些 但我們看一個因素 可能會比較有決定性 就是 你看一下聯儲局何時轉向 總之聯儲局 即整體貨幣政策 未轉向之前 其實一直都可以維持一些 比較保守的部署 保守的部署可以放在哪裏呢 放一些可能中短年期的美國國債 或者是一些中期少少的 一些投資級別的企業債 因為這些整體的收益率 都仍是高的 都仍是非常之高 而最重要的違約的風險 是相對上比較低的 舉個例子 給大家做個參考 當剛才提過 10年債息 由4.2% 到3.5%的水平 其實整體美國高評級 債券市場的回報 整體升了大概6.7% 6.8% 沒錯好像很少 但我先看看 究竟我在承受什麼風險 反過來 這方面 總之在聯儲局轉向前 這方面的部署可以繼續 而另一個比較保守的部署 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一直都強調 其實在美股方面 一些股息增長的策略 其實是可以跑贏的 今年也是 股息增長 其實未必派很高息給你 但它的公司比較大 他們可以繼續排息 過去25年繼續排息 變相今年整體來說 這類股息增長 其實年初到現在 大概跌了2%左右 對比整體美股 可能是16-7% 都是一個明顯的優勢 那你是不是可以對抗 全球環球的衰退 在衰退下 仍然是一個選擇呢 對了 比如衰退下 一定 剛才提到一些 比較保守的定息收入工具 其實絕對是可以 符合到的條件 為什麼我們覺得 明年還可以繼續保持 就是因為 美國一直都未轉向 對經濟壓力 或環球壓力 都會保持有 其實這些 我們俗稱 一些比較優質 一些定息收入的資產 相對上 波動性 可能相對上會比較小 但定息 現在的人很敏感 你是5厘 6厘 還是3厘 只差一倍了 3厘現在都不算高息 剛才提到3厘 是不是很穩陣 的人才會選擇呢 如果我們看回 如果現在中短年期的美國國債 可能大概是4厘2厘的水平 而10年期的國債 可能大概是3厘半的水平 而可能整體投資級別 企業債券市場 都要求5厘 變相 反過來 如果預期 如果按照聯儲局 他們的預期 是2024年才會減息 息口可能到一兩年後 就會開始回落 如果按照市場的預期 他們的預期 坦白說 剛才提及過 聯儲局可能是偏英的 但市場對2023年減息的預期 其實是沒有怎樣變的 如果按照看法是這樣的 其實高利率 高定存 高現金息率的環境 其實未必可以持續很久 但現在在定息工具裡 鎖定了 其實在打後幾年 都是這樣的 變相優勢就會在這裏 即是大家的 沒有變動性 可控性很強 不是企業債 都怕他們真的違約 其實我們自己看 沒錯 為何我們一直要強調 一些投資級別 或者整體的 信貸質素要好 其實我們看到沒錯 在美國投資級別的市場 是賺少了錢 這個很正常 因為那個margin又少了 或者銷售少了 但另一方面 他們也減債 也減得很厲害 所以整體債券市場 被調升評級的金額 其實一直在上升 大家幾年經歷過 這個評級 還信不信一個 有些AA都是 都應該信一個 所以我們為何強調 就是美國的國債 反過來看 我就算真的很擔心 整體企業 美國國債的違約率 相對上比較低 對美國的信心也很大 相對上比較低 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 當債息回落的時候 債價也有空間 可以參考 保守策略 全球方面的經濟環境 歐洲、央行和英倫銀行 都是今個星期的議席 其實兩個地方 同樣面對著高通脹壓力 各個央行取貸 貨幣政策如何走 其實如果歐洲 我們會看得比較謹慎 為什麼呢 歐洲 美國的核心通脹 大概7% 大概6-7%左右 但例如英國最新 整體的基本通脹 10.7% 已經比預期好 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 其實我們覺得歐洲央行 或者英倫銀行 本身經濟已經在放慢 增長速度 它又要支撐 又要衡量如何救經濟 但通脹又在 你又不可以不理 你中間的取捨 兩難局面 對比美國是更大的挑戰性 現在短線來看 我們都覺得 無論英倫銀行也好 或者歐洲央行也好 都是偏向一個比較急速 但短的一個加息週期 嘗試壓低通脹 變相對經濟的敏感度 可能會比較 對照顧經濟的敏感度 優先次序就比較低 這個對當地經濟也好 或者對整體的貨幣也好 都是有些壓力在 尤其是英國 在明年 資金需求比較大 資金需求大 代表發債規模很高 對比過去七、八年的總數 可能是兩、三倍 這樣才足夠整體的資金需要 發債規模那麼大 要麼就要利息高 要麼就要貨幣 相對上有些折讓 有些吸引 才能吸引離岸資金去買 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 歐洲貨幣、英鎊或歐羅 可能相對上要謹慎 歐洲始終受到戰爭影響 幾乎還放飛彈 沒有的局勢 直接影響著歐洲 有些糧食供應、能源供應 其實之前說的制裁 很多是明年才生效 到真的生效的時候 七雙拳就會見到效果 傷到自己的經濟體力量 這個走勢底下 我們怎樣部署 這個星期還有很多加息意識 環球央行 要怎樣留意呢 如果是歐洲 歐洲央行 我們覺得可能加0.5% 利率何時去見頂呢 大概去到2.5%左右 而英國銀行 都會加0.5% 利率頂峰 可能有機會去到4.25% 但剛才提到市場 最近美國的看得比較淡 所以有機會在外幣上 譬如英鎊 可能會試一些回調的壓力 現在可能1.24%左右 可能有機會 當市場突然間回憶 不是喔 美金真的偏強一點 或者加息真的沒有那麼快 可能有機會試1.16% 或者甚至我們再看得比較悲觀 可能1.1%這些水平 都不出奇 所以變相在整體外幣方面 歐洲貨幣 可能相對上小心 但反過來 可能中國復甦 都是我們覺得 是一個比較大信心的情況 變相在這方面 例如歐子 相比歐洲貨幣 就比較樂觀 那你看回 如果你說內地 內地人派一些優化政策 特別是防疫方面的政策 令大家關注明年初 有沒有機會通關 甚至是 不是全面都局部 其實對於內地的經濟走向 是怎樣看呢 人民幣又真的 是彈上來的 6.9561這些位置 都是怎樣看這個情況 如果人民幣的話 我們覺得整體來說 可能在6.9至7.15左右 這些區間上落 中國的防疫政策 最近市場都有擔心 疫情的數字 升得很厲害 會不會逆轉呢 會不會收回緊呢 我們覺得 無論是20條也好 10條新的優化措施也好 出完之後 其實是不會回頭的 因為始終經濟的壓力很大 所以變相在這樣的情況下 防疫政策 只會慢慢不斷優化 在這樣的背景下 通關方面 我們覺得其實都會陸陸續續 是一些 可能階段性的通關 是會發生的 可能在中港之間的免隔離通關 是會陸陸續續發生的 因為始終對整體經濟的壓力 其實真的要內需去推動 而中國有一樣好是什麼呢 沒錯 可能美國會衰退 歐洲會衰退 影響出口 但整體中國 我們看到一個跡象 就是過去這兩三年 沒有怎樣花錢 整體中國的生增存款 其實是多很多的 對比起年初 其實多了差不多五成 最新的數字 可能是15萬億 但反過來 借錢就少 變相整體的新增貸款 其實居民的貸款 跌到五萬億都不夠 所以一復償就報復式消費 可能到地方都是 所以整體的良性循環會好 所以這方面就比較信心大一點 那投資方面 你自己看明年是否樂觀 歐美 尤其是美股 相對上要謹慎 因為我們覺得 今年我們還是看到四千點 明年年中有機會試回三千七 即有機會大概跌5-7% 澳洲經濟向好 是不是都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澳洲我們覺得 貨幣可能會相對上比較好 尤其是如果我相信中國復甦的話 反過來澳市也會是一個 可以捕捉到中國復甦的機會 澳市今早是68.69 今早我們跟花旗銀行 投資策略及環球財富策劃部的主管 廖家豪先聊到這裡 謝謝